地狱游记 第39回 游第六殿之第四 浅嘴寒真小地狱 西元1977年中华民国66年 天运遂赐农历丁寺年9月23日 济功活佛降临台湾省 台中市圣贤堂 诗曰 圣门冷落到人兮 冒犯真归及是非 默默耕耘中受益 瞎吹长抵苦无依 即佛曰 圣门冷落 修事稀为 有的虚心假意 阳奉阴为 有的真理不悟 空求妄想 至圣训如马耳东风 真归不守 至惹道德衰颓 虽信口开河之辈 滔滔不绝 然心与口为 如无根之扶贫 根基不实 随风漂流 难成高苗之大树 故应默默耕耘 年年丰收 圣于瞎吹之辈 无人共鸣 修道勿虚踏实 圣则云 既善人家 必有余庆 为恶之人 必有余秧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如能猛兴 回头有路 否则秋风落叶 冰临人间 其寒冷无依 门庭凋落 后患无穷也 今日游民时刻已到 阳申准备上连台 阳申曰 遵命 请问恩师 今天为何喝得醉熏熏 讲起话来 怒容不悦 纪佛曰 看透世人之心 大家都在追求物质的 享受忽视了三纲五常 暗伤我情 所以喝了几瓶苦酒 今朝有酒今朝醉 管他众生堕地狱 管他天地在混沌 阳申曰 恩师真是一词一杯 纪佛曰 快上连台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弥 钱不爱人人自爱 一阵风凉风吹来 我也清醒了一些 师徒往地狱去吧 已到了 阳申下连台 阳申曰 前面御官已来迎接 叩见御官及众将军 今日我及活佛恩师 到贵御参观访问 请多指教 御官曰 免礼 请起来 本御是前嘴寒真小地狱 为的府第六殿之辖区 已接到御文 知道济佛及阳间台中 圣贤唐阳善身 要来本御参观 以著作地狱游记 师盈师盈 济佛曰 请御官勿客气 我们师徒奉旨游民 今日到此 希望开方便之门 御官曰 二位请随我入内 以便参观 阳申曰 但见罪魂满满 被禁于牢内 阴差诡异 用铁叉将罪魂嘴巴扒开 然后以一粒长满针刺的铁球 强硬色入罪魂口中 每人哀痛呼天强的 一会儿 口中已流出鲜血 人便陷入昏迷 济佛曰 铁球浮出铁刺 有如刺球 这些罪魂嘴硬 只好用铁叉扒开 塞进铁球 使其有口难言 痛叫无声 阳申曰 这种处罚残忍无比 是人若猴中耿意于刺 已是百般痛苦 浑身难受 如今用刺球硬塞于口 时事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请问御官 这些罪魂在事犯何大罪 死后下应辅受此刑罚 御官曰 凡事在事喜欢强词夺理 或甜言蜜语引诱美色 或须与妄言赚人金钱 或爱惜毒品 或说话寒刺 随意重伤他人 死后难逃前嘴寒真 小地狱之行 我叫几位罪魂出狱 说明其犯罪情形 祭佛曰 他们已昏迷不醒 我用这把菩萨一扇 让他们清醒清醒 将军 快将其嘴中刺完拿下 不然有口意是没有说话的余地 将军曰 以将刺求取出 请祭佛定夺 祭佛曰 各位罪魂听欲 今日老那带领凡间 杨善生来此采访 你们受刑的情形 各个坦诚重新述说 生前失何口得 死后才会堕落此地狱 罪魂曰 我生前口才胜好 讲话不但悦耳洞听 更是迷人耳目 因我外表娇美 嫁夫后 尚有不少男士追求 有一次 一位男士热情向我求爱 我见其财富钱多 更花言相对 骗其曰 我夫对我不好 希望多多照顾 敬而发生奸情 因我巧言令色 凭三寸不烂之舌 将其金钱拐骗一空 然后恶言相加 每句话都含刺待针 刺激这位男友 其受此侮辱 想不开而自尽 死后其心抱恨 投告阎王 阎王念其一念之差而失足 而我身为妇女 心性态毒 准与报应 后来其魂魄常常来缠我身 使我身体不安 经过七年多 运衰弃弱而亡 二人与亡死成对职 其背叛好色淫人妻女之罪 我亦受各殿言行 便成王骂我口能迷人 害人 刺人 应在授前嘴寒针之行 每日被塞刺完 痛苦百般 纪佛曰 你虚情假爱 红杏出墙 口舌杀人 死后受此罪 应该应该 不用怨 第二位罪魂 说说你的经过吧 罪魂曰 我生前是一位流氓 喜欢吸食毒品 即注射马飞 应已成瘾 便四处偷窃东西 以便购买毒品 死后 被判来此欲 痛苦难言 已无生前吸毒时 那么过瘾 每日吞铁丸 受刺嘴之苦 恨我生前不学好 玉官曰 吸食毒品 本欲所判之行 其甚酒 因毒性不退 犯魂不能解脱头身 世间上有不少爱食毒品 尽要等 阳律研判 死后阴律更重 有者更需转进阿比地狱 稀有犯此者 速速改过 勿在麻醉灵魂生命 继佛曰 第三位 快快招出生前作何恶也 罪魂曰 我因读过一些书 背了不少成语 便时常与亲友强词夺理 但因所说只是邪说歪理 且常引用圣贤之言语 毁谤他人 死后阴王曰 你不以圣贤之语用来行善 却用来强辩无意之理 应算妄言 嘴巴记硬 只好盼你吞刺完 常常铁口硬牙之滋味 现在真是有口难言 继佛曰 有礼奔走天下 无礼寸步难行 世人讲话应说真理正语 如说杀人是对方命该绝 非我害死他 这种语调只是歪理 好说歪邪理论 死后定受惩罚 再问第四位罪魂 你为何堕落此语 罪魂曰 因我在世积了不少钱 未贪利息 凡是他人有急用 或困苦之人向我借钱 皆以高利贷出借 母利相加 日敬斗金 若对方一时无法还款着 便唆使流氓恐吓 死后阎王阎我放高利贷 悉人血液 吃钱太凶 要受吞铁刺完之行 实在太痛苦了 玉关曰 有些有钱人心肝如铜如铁 专门放高利贷 虽对方同意 但心肠太硬 此如吃铜吃铁 此后让其想象 此种为父不仁之滋味 劝世间之父人 自己有余钱借人 不可高利贷压榨利息 应以轻力放之助人为快乐之本 何乐不畏 祭佛曰 今日时刻不早 阳身准备回堂 多谢玉关及众将军之后礼 告辞了 玉关曰 命众将军排班送假 阳身曰 我已坐稳 请恩师回堂 祭佛曰 圣贤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魄头体 地狱游记第39回 功念完毕 下次分享 地狱游记第40回 游刺网黄钻小地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